有粉丝问,班达姐姐你去了酒寨沟吗?怎么不发视频? 土豆哥哥哪里去了?你好久都没跟他玩了,所以今天我必须向你们坦白。 撒,毕竟我是从下水到钻去酒寨沟的,不泡个几天早,胖臭。 好在坐大巴车的时候,大家没有嫌弃,不过有一说一,路上的风景真不错,看着看着,天就黑了。 终于到了,看到前面的在黑夜中闪闪发光的地方了嘛,那就是酒寨天堂。 据说它坐落在一片大森林中,而且是被妥球形的巨型玻璃弄罩着,进去就觉得自己身处在大自然之中。 看,这已经是酒店里面了,可是树木郁郁葱葱,门口还有人举办欢迎仪式。 酒店大堂的门口,还有一只小松鼠,这个长得像头盔的,应该就是它住的房子。 下面还有好多板栗啊,看起来比我还能吃。 喂,你要不要疯我一口? 不给算了,我出去聊别的松鼠不带你。 喂,既然来了酒寨沟,那就带你们看看这儿的美景。 喂,有人吗? 我们现在在海拔不知道多少米的地方,对面的山上全是云。 其实我们现在就站在云里,我们刚刚坐车压过了下面那条大马路。 看到没,那条大马路一共有28个回头弯,它叫做神仙池28道拐。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神仙池。 神仙池在藏语里面叫嫩恩桑错,意思就是仙女沐浴的地方。 据说仙女以前就住在这些洞里面,据谁说的呢? 答案是伴拉说的。 所以仙女就是在这个坑坑里洗澡,对吗? 哦,树枝有点多,容易扎吧。 那就是这个。 哦,不对,这个是神犬,用来喝的,那就是这个。 这也太欠了吧。 好吧,不逗你们了,这才是仙女沐浴的地方。 不过这水翠绿翠绿,仙女洗完该不会。 哎,瞎说什么呢? 不过说实话,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很少能看到这么清澈透亮的水了。 所以说,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很重要哦。 等等,说了那么多,荼豆呢? 她?去不了酒站沟,应该是在叫酷鼻子。 你们最近看视频小心点,千万别让她生气。